一个是关于用新媒体 尤其是用网络直播这样的方式 进行知识的传播 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传播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戏曲 那么现在在很多视频的平台上面 戏曲的演员他们带动的这样的一个 力量影响是很大的 特别不是国家级的最高的集团 而是说很多遗产保护项线一级的 他们在现实中间演出 由于疫情还是他遇到一些困难 那么在网上在直播领域里面 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然后就是如何让这些发展 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保障 同时也让比如说像网上的直播的付费 像打赏付费的直播 那么他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打赏付费 那么让他正常化规范化 避免现在引起了一些问题 但是这些传统文化传播 其实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好像是剧团演出买票一样 然后如何把这个方面更有效的去规范化 去有效的传播 这个提出对政府和相关部门提出一些建议 第二个就是通过新技术 如何采用现在所具有的 比如说虚拟现实 比如VR技术 AR技术 增强现实这些技术 然后包括像很多 现在新发展起来的数字的技术 来这个进行这个文物 传统文化的保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